那這邊的話是白水晶的雕刻件 然後是渣雞拉姆的 然後有一顆是九尾狐的 那像這邊一顆一顆獎 那這一顆的話 本身的話就是金雕的渣雞拉姆 而且這是大號的喔 而且尺寸的部分的話內文有寫 如果影片的話 蝦皮上面看不完的話 可以到Youtube上面看 因為蝦皮上面有時間限制 高度部分大概29 寬度的部分大概是17 厚度大概是18.5 所以這樣很大 這個大小的部分你也可以做吊墜 好 做吊墜 但是做大手串的部分也是很好看 很有個性的 好 那你要當擺件的部分也是可以 那這一顆的話是135 這個其實現在白水晶都是漲價了 然後這一手的話是來的特別便宜 所以賣完的部分也是補不到 前世金生的渣雞拉姆 然後背面的部分都金雕 好 天然的白水晶 下面的部分有一點帶 它有白水晶的那個體 好 但是 有點類似漸層的感覺 這顆是135的 然後其他有幾顆的話就是 特價的 它就白水晶帶焦化的共生 這邊這幾顆 白水晶帶焦化共生的部分 就是不挑隨機出貨 這幾顆 這幾顆 這顆的部分其實就只有底部 微微的帶一個 那個焦化的共生 其實看這個體就知道是那個天然的白水晶 雖然說沒有到7A 6A 但是現在白水晶部分 你要這麼大的料子 部分也特別少 也不多 所以這個畫這個 就是怎麼講的 看就知道是白水晶的 真正白水晶的東西 我就沒有另外做證書了 其實這些帶焦化的部分也很美啦 就是有它的特色有沒有 這剛好在這個頭髮的部分 然後這個在下面尾部的部分 都很好看 哇這個聲音好像好好聽喔 然後這帶一點紅焦花在背部的地方 帶一點紅焦花 這是這幾顆 然後還有一顆是 九尾湖的 九尾湖這顆的話是另外的 只是因為我要上架就一起上了 然後這一顆的話就是7A 淨體的 九尾湖 那也是很大 尺寸的部分寫在內文裡面 可以上內文看一下 九尾湖的部分是吊墜孔 九尾湖是吊墜孔 其他的部分都是上下通孔 這麼大的料子啊 你要打上下通孔 部分都是要加錢打的 都要加錢才能請人家打 打這種通孔 所以其實這個打孔費的話就不便宜了 然後這顆的部分是特別的好看 上面的部分還有帶那個 陰落有沒有 然後帶項鍊 九尾湖 這個賣完之後沒有 因為就只有一顆 然後只是我就便宜賣 這個外面的部分起碼要賣到三四百塊 這個 你看這個 這個體的部分 外面的部分起碼一顆要賣到三四百塊 現在白水晶的部分 客家的部分都很貴了 一百塊 如果 賣到四百塊